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真空原理的入門教學 那其實呢 真空這個原理呢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蠻常遇到的 只是我們都沒有去注意到它 那今天呢 主要呢 會以入門的角度呢 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我們從這個真空的原理呢 到我們的真空Bomb 以及真空馬達 等等的 它的回路呢 以及其他的一個食物的一個應用教學呢 來教導各位 到底真空這個原理呢 是怎麼被使用 運用的 以及說它會運用在哪些場合呢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認識它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好的 首先呢 來了解一下真空的基本原理 那這裡呢 你知道我們平常在喝的飲料 以及說我們有時候在使用的吸塵器 或者是說呢 我們有時候會用一些透明的小吸盤 你可能是吸附牆壁 或是吸附玻璃的 這類的小吸盤呢 通通都是真空的原理 那這裡呢 到底它是怎麼樣造成這個真空原理 以及說它的原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就大概來理解一下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大氣壓力 大氣壓力這邊呢 給各位參考一下 我們不用去記它 我們大概有一個印象就可以了 以及說它的單位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一般呢 我們在真空的時候呢 為了要客觀的知道說 我們目前的真空值是多少 所以我們會有搭配的一個原件 這個原件通常會把它稱作真空錶 或真空錶頭 那這裡呢 就會有一個數值 那這個數值裡面呢 你可能會好奇 為什麼它的數值是這樣呢 其實就是參考了大氣壓力 以及它的單位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個數值的由來是這樣子 那這裡呢 我們就會看到說 為什麼它是負值呢 因為大氣壓力呢 它是屬於負壓 所以我們會用負值來做一個判定 那這裡主要的原理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有負值的呢 它就是負壓 屬於真空錶 那其他呢 比較延伸的用法就是一個計算式 那就是一個簡單的計算式就是 F等於PXA 就是 F是力量 然後 P呢 就是我們的真空度 真空值 然後 A呢 就是我們的面積 所以 PXA呢 就等於力量 所以呢 我們如果在相同的壓力下呢 面積越大 力量產生越大 所以這裡的應用就非常的廣泛了 這裡呢 我們一般用在 我們在機械的領域呢 這個力的用呢 是用的非常多的 所以我們就會靠這個壓力跟面積的一個變化呢 來產生一些其他的應用 那因為這邊呢 比較深入就沒有再深入的去做探討 那這裡呢 我們就是應用這個原理 我們呢 在喝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把吸管裡面的空氣 通通都把它喝掉 那喝掉的時候 當你的吸管呢 的空氣都被你吸走之後呢 那吸管裡面沒有空氣 它就產生了壓力差 壓力差 那因為大氣壓力還是存在 所以我們可以把飲料給它喝起來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一個原理 那等一下後面呢 來講解一下 關於真空原理裡面會運用到的一些元件 那這裡呢 讓各位先來了解一下 我們的真空呢 就是透過這個大氣壓力 以及呢 壓力差所產生的一個應用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真空原理的一個相關的機械元件 那首先呢 先來介紹的是真空Pump 也就是真空馬達 那真空馬達呢 最主要就是 它要把我們的真空回路裡面的空氣呢 給抽掉 產生一個壓力差 那這個壓力差呢 就會產生這個真空的一個原理 那這邊如果把它簡化一點的話 就是當我們在喝飲料的時候 我們人的嘴巴呢 就類似這個真空Pump 就是把它的空氣抽掉 產生一個壓力差 所以呢 透過這個真空的一個原理呢 我們就可以把飲料喝進去 類似這個原理的概念 那這裡呢 我們就會看到真空Pump 其實呢 它是有一個進氣口跟出氣口的 它必須要有一個吸 一個排 這樣子呢 它才能夠產生一個真空的一個回路 以及真空的一個效果 假設呢 你在進氣口呢 讓它有吸的一個原件的空氣 然後出氣口呢 你把它堵住了 那這樣子其實是沒有辦法產生這個真空的原理 所以我們在安裝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一進一出 那排氣的地方呢 一般呢 可能會裝一個 像是消音器 來消除一些噪音 以及說我們在進氣端呢 一般會放這個過濾器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真空在吸附的時候呢 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雜質 有可能是一些空氣中的一些粉塵 或是一些小棉屑 甚至說有一些液體等等的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過濾器呢 做一個初步的過濾 類似這樣的概念來保護我們馬達的本體 以及說我們有時候呢 必須要去 監測或是觀看比較客觀的數值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回路裡面呢 我們來裝一個噢 真空錶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看出說 我們的真空度目前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說不正常的話 有可能是我們管路有破裂 或是我們在安裝的地方呢 沒有安裝好 產生說真空有洩漏的問題 大致上是這個一個概念 那這邊呢 先讓各位認識一下 我們在真空的原理裡面呢 會用到的幾個常見的一個元件喔 再來呢 來大概講解一下真空回路的一個示意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簡單的 因為呢 我們在真空回路的用途呢 跟它的變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沒有辦法介紹完 那這裡呢 主要就介紹一個簡單的示意 那這裡呢 我們就會看到 右邊這裡呢 是立體圖的示意 那左邊這裡呢 就是一個回路的示意 那這裡呢 我們就會看到壓力源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管路呢 接到 它有可能是電磁閥 或是像這類的考課 我們就可以把它想像是一個開關 手動的開關呢 或是電動的開關這樣子 當然我們這邊呢 在管路的連接處呢 我們必須要用管用接頭嘛 那這邊呢 關於管用接頭 如果你這邊是比較不熟悉的呢 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有管用接頭的全方位指南的一個教學 這邊我們可以大概看一下 以及說裡面有一些教學影片 我們可以做一些學習 那這裡呢 我們就回到我們的主題這邊 那我們過來之後呢 一般呢 我們就會在回路裡面裝一個壓力表 那這個壓力表你要怎麼去安裝它呢 其實都可以 只要我們的管路呢 是相通的 我們的壓力表的數值就可以把它讀出來 再來呢 我們在末端的地方呢 我們可能會裝一個 吸附的一個結構 它可能是一個吸盤 或是一個類似一個元件等等的 都有可能 然後最終呢 是我們的吸附的物件 那這個前端可能它是一個平整的平面 這樣子我們在吸附的時候呢 才不會有真空洩漏的問題 那一般呢 我們如果要做這種設計呢 兩個平面要非常的平整 它這裡才不會有縫隙 因為呢 一旦有一點小小的縫隙呢 我們的空氣呢 就會有洩漏 那真空度呢 就可能不是達到我們要的 所以一般 為了要克服這個問題呢 它在這個兩個之間呢 可能會加一個O型環 那這裡呢 關於O型環有興趣的 也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有相關的章節可以做參考 所以這樣子呢 一旦我們把這個開關打開 當然前提下我們也要把我們的真空Pump給打開 打開之後呢 你這邊的開關 不管是你的電動開關 或是手動開關 在還沒有開啟的時候呢 這裡是不相通的 我們來看到我們壓力表是裝在這裡 所以 當我們的真空Pump一打開之後 我們的壓力就會開始 負壓就會開始往上升 它可能到 負650 負700等等 這類的一個 數值 然後當我們的這個 開關打開之後呢 不管是 電動還是手動一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會發現 壓力 往下降 可能降到0 因為這邊我們還沒有做吸附 所以這邊呢 這個 動作叫做破真空 因為我們原本呢 這邊關閉的時候 把空氣抽掉之後 裡面的空氣被抽掉就屬於真空 但是呢 我們這邊呢 我們把開關打開之後呢 它空氣跑進來了 所以這裡就形成一個破真空的一個現象 所以主要是這個用意 那這裡呢 當我們的物件放上來之後呢 放上來之後 把這個空氣給阻斷掉 然後呢 我們的真空Pump一樣 一直在做抽真空 抽氣的一個動作 所以當我們這個管路裡面的空氣都被抽走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壓力表又開始往上升 然後可能-500 負600等等的這個數值再往上跳 這時候我們的管路 裡面就產生一個真空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裡呢 管路裡面呢 跟外部的空氣呢 就產生一個壓力差 所以這個壓力差呢 造成說我們的物件呢 就被 牢牢的吸附住了 其實呢 這裡就一個力量 F等於P乘以A 所以這個面積越大呢 吸附力就會越大 主要是這個用意 這樣子呢 就把我們的物件給吸附住 然後來做其他的用途 這時候呢 如果我們不需要在吸附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這個壓力源呢 把它關掉 或是呢 我們把這個開關 再把它關閉 可是這時候會有一個現象就是 當你關閉之後呢 因為這裡非常密合 那這個空氣呢 沒有地方往外流通 所以呢 其實這個時候呢 它還是處於真空的狀態 我們的物件 一樣是沒有辦法拿下來 所以 這個時候呢 一般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術語 叫做破真空 剛剛有提到 我們為了呢 真空的狀態下呢 要把這個物件拿起來 所以我們可能在這個回路呢 會再多一個開關 當我們把這個壓力源都關掉之後 我們仍然沒有辦法把物件取下 我們就會把這個開關給打開 讓空氣流通進來 讓它形成一個破真空的狀態 這樣子物件呢 就不會再被吸住就可以拿起來 所以 這裡呢 是屬於一個延伸的應用 那這邊呢 各位先理解到這邊 當然真空的地方呢 是屬於比較深入一點的 所以這裡呢 我們如果 還是不是很清楚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 反部的來做學習 慢慢的 慢慢的 直到我們有一天 終於理解它的原理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後續延伸的應用就可以囉 接下來呢 要來介紹一下 真空原理的應用場合 那這裡呢 我們來介紹幾種 我們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場合 那首先呢 我們在自動化呢 應該是比較常看到的 那自動化一般呢 可能會搭配機械手臂 所以比較常看到的就是 我們在搬運類的 有時候有一些物件呢 我們是利用真空的方式來做搬運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運用這種設計呢 來達到一個自動化的一個原理 以及說有一些東西呢 是食品或是醫療類的 那可能需要做一些真空 那食品類的有時候呢 可能為了要防止氧化 我們必須要做真空包裝 有時候是肉品等等的 因為呢 我們要延長它的一個保鮮期 所以我們會運用真空包裝這個原理 所以真空包裝呢 它其實也運用到這個真空原理呢 我們把袋子裡面的空氣都抽掉 所以防止我們的食物或是藥品呢 跟空氣中的氧氣呢 有一些反應造成氧化的現象 導致說 有一些東西會腐蝕等等的一個問題 所以真空包裝也是用到這個真空的一個原理 以及說部分的半導體一樣呢 也會用到真空的這個原理 用一些製程上呢 它可能需要做搬運 旋轉移動等等的這些動作呢 靠著用真空 因為呢 一般我們看到半導體 以那個晶圓來做一個舉例的話 因為它是非常的薄 細 那我們用一般的 我們所看到的一些車桶的加持工具 或是我們常看到的一些虎錢的加持工具呢 是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固定的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運用真空就非常的適合 大致上是這種運用的類型 那這邊呢 我們在我們的生活上 或是工作上有看到哪一些真空的應用呢 就帶我們去做發掘跟學習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真空原理的入門篇 那這裡真空呢 我們剛就有提到 我們真空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 主要呢 我們是運用真空Pump呢 把我們的管路裡面的空氣 都抽掉 產生了一個壓力差 然後這個壓力差呢 我們把運用到我們想要的動作的場合上 那其他的呢 我們有介紹到 真空錶 或是我們的過濾器 以及說其他的一個管用接頭 那其實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就會發現說 我們如果要運用這個真空的原理 或是做真空設計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先清楚的了解 管用接頭的種類 以及他的相對的應用 因為呢 他的原理呢 我們如果沒有清楚知道的話 我們在設計真空的一個回路呢 就會變得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多元 其實呢 我們在做真空回路的時候呢 管用接頭的變化呢 是非常重要的 以及說我們有時候呢 在做真空的回路 或是真空結構呢 我們會發現呢 他整體的設計 相對單純簡單 但是呢 往往問題非常多 我們最常看到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真空度不足 或是說 我們呢 一開始的設計呢 真空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呢 使用了一段時間呢 就有售後服務的問題 你可能是管路不知道哪裡洩漏了 或者是說 你知道真空度不足就是 有一些地方洩漏 但是呢 就是查不到問題在哪裡 所以這一部分呢 就是關於真空回路的設計了 這部分跟設計就是有關係了 我們要怎麼設計呢 會讓這個 假設我們真的有真空的一個 洩漏呢 是比較好查找的 以及說 當我們洩漏之後該怎麼辦 以及說哪一些元件呢 它會有老化跟更換的現象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要 從哪一個角度切入 然後去做一個預留跟一個好更換的動作 這部分就是比較深入的 所以真空原理看似簡單 那其實呢 是有非常多美感在裡面的 那這部分呢 就留給有興趣的人呢 在做深入的研究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